現在要打第四劑疫苗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但是卻有一部分群眾沒有得選 也就是5到6歲的兒童 原來指揮中心日前針對兒童打疫苗 做出了最新的建議 可以看到作為追加劑來使用的話 5到11歲可以選擇BNT的單價疫苗 不過6到11歲的兒童可以選擇莫德納的雙價疫苗 差別在於雙價疫苗才是次世代的疫苗 可以抵抗變異株 而單價疫苗只是一般的原始疫苗 當然要選擇雙價次世代疫苗 不過其實BNT疫苗也是有出雙價疫苗的 但是我們其實並沒有採購 原因在於我們的莫德納疫苗其實已經採購了2000萬劑 難道是害怕會滯銷嗎 有專家的痛批就是防疫學會理事長王振賢 他就說指揮中心這個做法 其實有個族群真的是非常的倒楣 也就是5到6歲的兒童他們沒有辦法來接種這個莫德納的次世代疫苗 只能選擇 BNT的原始疫苗 那麼儼然就成為了這個次世代疫苗的孤兒 不過莊人想就是說其實也不是這樣子說啦 原來呢是因為莫德納他已經有把所有的這些文件都已經送件完成 而且呢也已經送審完成了 那麼BNT的5到11歲還沒有送件 未來呢如果完成的話也會進行採購 所以呢只是送件的進度不同而已 並不是對BNT有大小眼的情況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大視野掌握趨勢 是 一點 聽哨